很多人就說 喂喂喂喂 你都六張東西登錄了 記住了 差不多時間了 退休了 老闆 咦 是嗎 我自己有輕斷食 大家都知道 七天裡面有兩天就有輕斷食 根據醫學的分析 我們應該都長命一點 九十多歲起碼的 九十多歲 還有三十多年 退休退三十多年 應該怎樣做 我其實想過這個情況很久 已經五十歲左右之前就開始輕斷食 於是我會計算過 如果你是六十歲退休的話 所謂退休真的不做事的話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咦 其實 跟你做事的時間差不多 退休時間跟 跟你不做事的時間差不多 會不會有些瘋狂呀 退休應該做些甚麼呢 啊 所以後來有了YouTuber這個概念之後 我就簡單一點 咦 不是一定好像別人這樣說的 我們可以將這個工作與娛樂 那麼現在 大家看到 原來 六十多歲不是這個退休 工作的分界線 有很多情況 已經 出現了 令到大家會覺得 完全不同了 今集要跟你說這個 即場年齡老化的問題 大家會發覺 咦 看到有些人 那麼老的 還在職場裏面做事 還在領導位置 為什麼 我就要慢慢透視給大家聽 究竟老人家 你是不是應該做 爛茶渣退休 還是繼續在這個職場裏面 工作 為什麼那麼多老人 哇 真是控制著那麼多政治經濟的命盟 為什麼還是他們的 為什麼不給那些年輕人的 四五十歲都叫做年輕人 為什麼不給他走上去 為什麼為什麼 劉先生你又不對啦 坐著位置 Youtuber 你又賺什麼百多萬一年 很多年輕人現在都賺不到這個錢 你退開來給人 坐這個位置行不行啊 是不是這樣呢 好 待會大家 很詳細地解釋 這個 即場老化 究竟背後 有一個什麼的意義 究竟問題在哪裏 希望大家 看到我透視這個 內涵 好了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呢 要討論這個問題呢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因為李澤巨啊 李澤巨做什麼事 李澤巨 最近的股價下跌 為什麼他竟然將這個霍建林 其中一個point 就說他退出來了 有部分的職權 我們看看他 李澤巨就說他不擔任這個 集團的聯席董事總經理 哇這個李澤巨多快就退了 他老爸退完了嘛 他又退 那麼 保持這個主席兼執行董事 那個職位 但是這個72歲的老臣子 霍建林 就由 這個長和系的聯席 董事總經理轉任這個長和系的副主席 繼續為公司 執行董事 領導這個電訊部門 進一步推動這個集團的策略和 為股東創造價值 他將直接向長和系的主席 就是李澤巨 不是啊 他不做 他就是做主席 以及董事局的匯報 其實這個 霍建林 他主要是直接 為這個 就是李澤巨的報告 是這麼簡單的 那麼 而霍建林同時退任了這個電能的實業的主席 那麼 總之 Kling Krani 之後大家聽到 有頭煙的 不要緊啦 聽聽李澤巨最後他的說法 哎呀這個會令到 霍建林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 即時股價就 跌了1.8% 就收補38.65% 哇 這個霍建林在長實打工打了44年 那麼在和記皇報和長實裏面擔任了集團總經理30年那麼長啊 真是控制所這個位 全部靠他的 而且很多間上市公司 任職的董事 所以呢 集團的職涵 很多很多很多 正式是一個 打工皇帝 那麼 先講講他繼續的職位是甚麼 就是長實 集團的電訊業務控股公司的執行主席呀 長江基建的執行董事呀 和記電訊的主席兼 非執行董事 還會做那麼多事情 就調退下來 廣燈主席兼執行董事 還有TBG Telecom的 非執行董事 還有PT Indoset 這個TBD的 副 副 監事兼 副會長 那麼好了好了講講大論這些東西 最重要是什麼呢就是講悉 利用這件事 就是說這個霍建靈 他已經 過了70歲了 72歲這個老頭子 做甚麼 還沒退下來呢 搞甚麼呢 大家真的敢愛他嗎 為什麼呀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有關於 李澤鉅這件事 他反而會有另外一個政治的解釋 這個我先收起來 這個比較 就是 麻煩一點 複雜一點 那麼 但是霍建靈這個就是一個題目 這個 老人職場 職場老人老齡化 究竟 搞甚麼 72歲還可以繼續做 那麼多那麼多事情 他雖然說多點時間陪 可能以前只有兩分鐘 現在有八分鐘 這樣每天 明白嗎 大哥 你還有一大堆 職務掛在身上 那麼簡單 不讓他退 退少少而已 70多歲才退少少 真是玩意 TVB 60歲才要你退 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呢 究竟 老人家 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是不是應該 將這個的退休年齡 都改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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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以後大家 rest 做到70歲 又或者甚至乎是75歲 7-8歲 那不就是不用退休 那就 幾特別 在討論這個職場老齡化之後 之前我們先 看看 霍建林這一位了不起的 正所謂打工皇帝 究竟他有什麼 勁抽的成績 然後大家才會討論這個 職場老齡化 究竟背後有什麼意義 好了 跟著 說原來霍建林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政治世家出身 他的父親是南京國民黨總統 府的英文翻譯來的 當然啦 自小讀書很厲害的 二叔公被稱為蔣介石手下的王牌特工 特工是不是好像電影那些 會打的 不知道他會不會打 霍建林小時候是讀在聖三一堂幼稚園 現在就叫做聖三一堂 曾兆添幼稚園 下五校 他在57年的時候畢業在福榮街的官納小學 有沒有讀過呀 你是不是讀福榮街呀 你可能是第二個 霍建林來的呀 他說他自小讀書有異成績 很厲害的 我想真的有些遺傳 我兒子這麼聰明呢 我兒子這麼聰明呢 我讀不到書呀 為什麼呢 遺傳一些東西呀 早年呢 就讀拔萃南書院 跟我兒子一樣 早期的 七零年的霍建林就是 就是文學學士畢業 在美國 名尼蘇達州的私立 天主教 聖約翰大學畢業 之後呢就去了澳洲新 英格蘭大學那裏獲得 財務管理文憑 那就是 讀這個有關於 就是 做會計呀 數呀那些東西 79年 他就加入了這個長江實業 晉升為會計主任 做會計呀 然後再拿到這個澳洲特許 會計師協會 會員的資格 會計師來的 看數當然很厲害啦 其實大家會見到 很多大老闆 其實最後呢 就用了一些會計師 核數師 因為他懂得把這些東西 調割 哇 令到生意賺多很多錢 不是只是做的 死做死做死做 在這個數目 數項上面 資產調割 哇這樣更厲害 在背後搞 不一定在台前搞的 這些就是現代的會計師 他的那種功力的 表現啦 那麼 1983年他就跟朋友合資 開了會計師行 基本上一般的會計師都是這樣啦 即是開單會計師行 然後找客人 諸如此類的東西 啊怎麼知道 似乎這個的霍建林 不懂得找客人 即是不太懂 即是周圍 大家知道啦 你要做會計師行 不斷找客人 即是社會 鬥價 有些有路 很多的 未必適合這個霍建林 結果 沒多久 公司就撿了一顆 證明了霍建林不是讓他很聰明 做老闆不聰明 你可能聰明了他 85年呢 他就出任這個 詳實的董事 那時候 33歲呀 哇 33歲 董事 賺不少錢 1993年霍建林就去日本那裏公幹 這件事就改變了他一生人 被李嘉誠另一家公司 和王集團 借掉了他 幫忙 結果和王集團的董事 大家會聽過 又走去南極 還是什麼北極 穿過南極什麼東西 馬西文很喜歡運動那個 在英國幫了李嘉誠 很多的發展 意外發現了馬西文的總經理 這個董事總經理的CEO 發現了 原來這個 霍建林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 談判專家 講雕很聰明 很懂的 為什麼 他理解了所有的數 跟你談雕的時候 他就知道哪一件事 怎樣跟你計較 很聰明的頭腦很清醒 於是 在日本回到香港之後 這個馬西文就要求 李嘉誠 就說 這個人 是很厲害的 你不如 特別重用他 霍 建林 終於這個馬西文 最後就是你的職 就是 外國人這樣 做那麼上下 幹嘛要再做 人生都是這樣的 你繼續賺多錢 你猜過像你劉定堅那樣 喜歡說話 招呼說到萬去 不所謂的 你說完五條片 大家都說五條片就夠了 六條片 不是 是呀 再加多一條 因為為什麼 會有趣 不是一定 每天都加的 沒有所謂 開心就加了 看到有東西就加了 喜歡就想說就說 沒有所謂 霍建林 走馬上任 幫這個 李嘉誠 去管了這個 禍禍 成為了禍禍新的一把手 因為 這個馬西文 我幫你找到厲害人 好 他來搞 我去退休了 他就去 南極 北極 很多馬西文的故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啦 霍建林 被稱為 工商管理的比賽 為什麼 因為做了這個 集團的 董事總經理之後 CEO之後 第一個任務 就是面對 海外業務 輸錢呀 為什麼 力不道不為睬嘛 在海外 全部用外國人去處理事 為什麼中國人的家族 例如新龍基呀 新世界呀 或者恆基呀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大的公司 走到外國都發展得很厲害 沒有的 為什麼 說都不會說 談都不會談 外國的稅務有麻煩 人工又說 炒這個人又怎樣怎樣怎樣 好麻煩 好多麻煩事的 咦 你搞不定呀 是啊 李嘉誠就要搞 他覺得搞不定不要緊 都要去搞 因為為什麼要克服他 沒有理由人家做到我做不到的 李嘉誠說 要將他的手 伸到全世界 所以 他就要去挑戰呀 那時候李嘉誠就年輕了 好了 那終於 你買了很多外國的企業 結果就輸了 一樣的 李嘉誠厲害 厲害不用輸呀 你猜 誰知道這個霍建林接了手之後 不是呀 成哥 去跟你搞搞他 這樣才可以顯示到我厲害的嘛 對呀 霍建林要顯示到自己厲害的 要顯出他的才華 搞你的啦 一搞 那才是把這個 旗下的公司不斷地 重組 收購 合併 改善這些 集團的收入 即是說 喂 有些公司不行的 斬了他 然後做好他 然後怎樣做回他 他不用自動出手的 指導人們怎樣做 你這樣這樣把東西調來調去 哇好像神仙棒一樣 搏一下搏一下 就將一些 業務 慢慢做 即是他知道什麼 一計算 你這個這樣的生意 不要做啦 撤軌了去啦 跟著另外的生意 可以把某些東西合併 省下一些錢 這樣就可以 省一些錢 跟著那裏 又可以再靠收購一些公司 才可以令到整間公司 集團是 完整一點 不用洩某些錢 又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即是他懂得計算這些數 好完整 將那個 砌圖慢慢逐快逐快貼上去 喂 老闆有錢嘛 李嘉誠有錢 有錢就可以了 你又要 有長遠眼光看到未來的情況是怎樣 他理解 這個叫做什麼 全球一體化嘛 怎樣搞這個政策 要不然怎樣搞那麼多 這些 碼頭啊 貨櫃碼頭 一早已經是 部署好了 好啦 終於令到集團 企業務 轉規為營 厲害吧 以前的賺錢在他手上 變成賺錢 那麼 好像1985年那樣 黃黃收購 電燈公司34.6 管權 當然賺了很多錢 86年用32億收購了加拿大 黑斯基石油 52%股權 後來 那些石油 大家知道了 百多元的升度 用這些油沙去提煉 成本是貴 好像是70元 一桶 但是一樣贏 因為早就買了嘛 那就可以了 因為加拿大那邊的油沙 是很厲害的 儲存量 只不過提煉的成本是高 我想 不斷有這些新的科技 就會將油價一直一直降低 現在這個情況也是如此 美國最厲害了 鹽岩油 將整個 現在 阿拉伯的打掛了 不用了 他現在已經出口了 所以這些一定要你又知道 整個世界的 整體 這些石油的情況是怎樣的 市場怎麼變化 有什麼新科技 未來會怎樣 你一定會知道這些東西 你才能做到的決定 1989年 他就 和往旗下 就已經 搞了100個 全膚雜毛 然後有23萬的客戶 佔了整個市場一半 在這個電訊的市場 他一早已經走進來 很明白 未來就是電訊 這件事 就是厲害了 那麼 提起打工皇帝這件事 霍建林當然是厲害了 因為他在 香港經濟 陷入低迷的時候 竟然做了一件事 賣橙啊 如果你記得賣橙這件事 你會記得 霍建林 因為那時候和王 因為靠賣 賣橙 賺了過千億的 港元 這個真是震撼 你在香港 一年賺 128億 已經嚇死人了 李嘉誠 在這個 黃狼乃夜那次 19 1987年 股災的時候 哇 那個集資都是百多億而已 大家知道嗎 87年 集資都百多億很厲害 這個 霍建林 跟他 在 89年 那次的賣橙 賺了一千億 多恐怖啊 李嘉誠 一聲 已經跳上去 新的台階 變了 另外 另一個世紀的超級富豪 所以後來這些錢 再在歐洲那裏再轉再轉 這樣就很厲害了 那就變了 另一個世紀的老闆來的啦 變身又再變身 後面不是怎會搞那麼多高科技的投資 成功 賣Facebook 因為這裏賺了好多好多錢 好啦 在這個 99年應該沒那麼快 10年之後才做到這個賣橙 搞錯了 那麼 其實就在這個大約 八九年左右 就開始 發展這個 應該是 那時候應該是亞洲金融風暴的 99年 其實是 過了上次的87年 不好意思 搞錯了 他在10年前已經投資了 這個 電訊業務 總共在歐洲 賣了39億 但是 一直 都是做一做一做一做 不是很厲害的 但是他就看到 咦 來了 那個 那個電訊那個潮 來了 所以呢 他就 放消息 就說我要賣出這個 ORANGE 然後呢 哇 有這個消息出來 真厲害 其他的企業就 哇爭相想要搶啊 最後終於這個德國這個電訊集團 就買入了 令到 整個和往的集團 賺了1180億 哇震驚了市場 嚇死人了 那時候沒有1000億那麼誇張啊大哥 真的沒有聽過 太誇張了1000億 不過後來他做 三支那些 三支那些 跟每個國家買的 那些 那裡就輸了1000億 真可憐 所以 兩面題啊 那麼 也是趁客司機石油 那時候 油價升的時候 變得很好的時候 在加拿大借殼上市 又賺了65億 所以 霍建寧跟李嘉誠 賺了很多很多錢 那麼霍建寧呢 是很出名的 在香港 老實 永遠都是 第一的 就是 報稅的大戶 所以香港政府 很感謝他 他永遠都是 報稅 報稅 最多最多稅 要交給政府 在2006年至2007年 這個報稅的 那個年度 他的收入 是1.3億港元 是當年香港 以打工仔來說 收入是最高的 厲害的 那麼 有些報導說他 由1994年 到2014年的收入率 是高達25.4億 你想一下 打工仔啊 大哥 誇張吧 20多億 20多億 平均一年 每年都 20年左右 每年都一億 你想一下 累積 真的嚇死人 好了 看到霍建寧 多麼厲害 然後 然後 剛才 就說 為什麼老人家 你說他年輕 厲害 現在還是那麼厲害 於是 這個李澤鉅 都是抓住他 你不要走 給你多一點時間 陪伴家人 但是 七十多歲 繼續在這裡工作 盡量幫幫 企業 還是這樣的 他升上去的 其實年紀都很大 其他的 現在跟著 後面升上了 好了 我想看看 今天就是 這個職場 喂 大哥 每個人都這麼老的 怎麼搞啊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們看看 政治先 首先 我給大家一個 問題 大家看看 懂不懂回答 特朗普 大家認識他 是不是 競選總統 贏不贏呢 這次 跟他競爭的 拜登 是不是 又是老人家 是不是 習主席 是不是 習主席 都不年輕的 跟著 普京 這個又是 中 俄 美 美是兩個 四個 全都是老人家來的 還有一個北輝特 這五個 你猜 哪個最老 哪個最年輕 大家 知不知道 給你 5秒鐘 1 2 3 4 5 猜到嗎 最年輕的那個 是 沒錯啦 是習主席 好耶 再問這個問題 5秒 習主席多少歲 1 2 3 4 5 最年輕的他是 70歲 哇 沒錯啦 現在整個中國 統領著14億人 包括香港的幾百萬人 都被他統領的 那位 習主席 他已經70歲了 你整天不要說我老 習主席還在這裏 挺健康 是不是 領導著全個中國 所以 老人家在這個跡象上 當然 從這個政治界看到就知道 好厲害好厲害好厲害呀 我們為他鼓掌呀 普京呢 普京 大一點 第一年 普京71歲 普京所以跟他好朋友 大家同年齡 就是喜歡那些歌 不是 習大大喜歡的 紅歌 那些是中國的紅歌 普京的 他不喜歡紅歌 因為是共產黨 然後 還有特朗普 特朗普 比拜登年輕的 特朗普46年出生 77歲 好厲害 更老的 拜登 1942年出生 81歲 難怪有時候 不懂得反應 但現在不是啊 他選舉的時候 很精神啊 打了一針 立即精神 那麼有嗎 有這些針嗎 可能有的 通常打了一些針 突然間 變得年輕 現在好像有這些 換血了 不知道是不是 拜登有些新的 科技幫幫他 好了 還有一位 最老的 當然是我們的巴郡 主席 不菲特先生 1930年 哎呀 1930年 但是大佬是歷史的 歷史人物 大佬 93歲呀 還是很健壯呀 你知道巴郡現在多少錢 大佬 A股 A股 是8900億市值 B股 霸群的B 是8800億 市值 哇 整兩萬億市值呀 美金呀 美金呀 哇好恐怖呀 你看一下他的股價 一直不斷升 你說 老人家勢不勢力 老人家 無論政治還是經濟 都是 很勁抽很厲害 而且 我們這些當年輕人呀老闆 有時呢我經常跟別人說呀你說你老呀什麼東西 我那時候回去國內做 電影的時候呢 我經常鼓勵那些 就是後輩的 為什麼我說你不要經常覺得自己老 我們 查資料 我應該沒有記錯 邵逸夫來香港的時候 開始搞這個邵氏 最初的時候 他是52歲 52歲他才去 這個的 香港 由馬來西亞 新加坡移了過來 香港 去負責家族 最差最差的生意就是香港的 邵氏公司 製作公司 那時候就被電貿打到花街的 而這個邵逸夫是那個時候開始慢慢 52歲呀 是開始人生的新生 我現在大了一點 所以我那時候在北京做的時候差不多 哇大家說 喂 這個就是你的 成年 所以不要以為 你一個 五萬多歲 就叫老 開始你的人生新一業呀 好啦 我們看到 無論在政治 以及在這個 財務方面 在這個商業上面 哇我們看到 什麼 大家覺得他應該早應該退休了 大哥你這麼不非 特地連了 93歲的日子 就在吃漢堡包 喝這個 看了看了 他不是喝百事 他喝可樂 是他喝可樂的 大哥 他人家是可樂的 就是 老闆來的嘛 他投資了很多 先喝一口 我老婆剛才去Costco 他不煮飯的啦 不知道我給他熱狗就算了 你說多慘呀 唉 做那麼多 這些 其實我都是吃熱狗的 哎呀 還是很便宜 不知道是2磅 我不知道 找問他 好了 你看到 這些職場 以及這些政治 全部都是被老人家控制了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為你解釋 首先 大家會想到 因為醫學昌明 你知道 你 以前我爸爸40多歲開始的老態就很厲害了 但現在不是 醫學很昌明 就是我那時候看著我爸爸呢 他 六十歲 六十多歲左右 七十多歲左右 整天進醫院 但是呢 他很危險 我緊急不停都能救到 一插口 又可以 又回來了 嚇到我傻了 因為我以前沒有見過 老人家去面對 隨時會去的 疾病 他 進醫院也十幾二十次了 很多很多次了 已經雜癌了 接著 插口 好像沒有了 已經 家人都離開了 然後又再 拔回家 沒事了 他又可以了 過幾天 過幾天 當然要跟你喝茶 他已經有癌症了 十幾年了 真的 我都忘記了 他覺得 人是不會死的 然後 還不捨得去私家醫院 很可笑的 有錢 沒有錢 很多錢 不去私家醫院 省錢 走去 政府醫院 每次都問 你老爸 你老爸 你也傻了 醫生是這樣的 然後 然後 他可以捱很久 我發覺 醫學很昌明 你想死也很難 除非你真是很誇張的病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死 我見過他 一路一路一路在一個 健康狀態不是那麼好的狀態之下 他 不久他又精神回復了 別人說回光反照了一會 不是呀 他又康復了 康復了幾個月 然後又去醫院 然後又康復了 我就覺得 原來現在的 科技這麼嚴重 如果你不是吹殘你的身體的話 其實 你可以活很長命 很長命的 這就是我的感覺 再加上 你現在又經過 像我們那樣 自小 我女兒更離譜 20歲左右 已經跟我們 20歲左右 已經跟我們 斷食了 我說你減鬼 過百歲命呀 如果正常來說 因為為什麼呢 BBC那個 統計就是 你真是 會減少了很多死亡的可能性 不單止是這樣 比如現在我們這樣 認識 你盡量鍛鍊一下肌肉 然後又會走去 你的下體一下肢 多一些單腳企 或者是用一些 器械幫助你自己 連他的肌肉也不會跌倒 然後又會吃得清一點 那樣 一種種的方法 又會吸空氣 曬太陽 其實 一直能夠保持到 你的健康狀態 和清醒的頭腦 那真的可以 所以有些朋友說 喂 怎麼搞的 劉定堅 你是在做那麼多片的 我還清醒的嘛 你看到我還是很健康 但是我看到有時候 Water那位 就是 做這個影片,我看到他真的是借了 就不要這樣 因為你要 平衡回生命的 你這樣就會 弄得自己很累 就是 錢要賺,但是你也要 給自己一個健康 所以 記住 無良軍師 就要健康一點 要努力做事的,但是要健康一點,平衡回家生活,不要常常睡覺,絕對不好的健康 那麼 這個年紀 仍然是 原來可以 透過 不同的運動,或者養生的方法 健身,令到你自己頭腦非常清晰 很冷靜地去分析事物 還可以穿透那些事 好好的內涵給我們的粉絲,我們的網友看 這個就證明了 現代 醫學昌明 包括 這個 健康 幫助 吃藥,血液高 我也有血液高的 有時候吃藥,那你就可以降低 這些所有整體都是一個 絕對的幫助,令到你非常之精神 所以他們70多歲 不菲特 不菲特 90多歲還喝可樂 有可樂 你不用理他,不停說 不菲特是這麼說 是不是呢 他90多歲,證明了 他頭腦不清晰 頭腦不清晰 他比你多厲害 賣 日本的 商行那些 賺了很多錢 一直都很厲害 不知多厲害 證明了 醫學昌明 超臭 好了,接著還有 其實近代大家很明顯看到 譬如說 97 亞洲金融風暴 2003年SARS 2008年金融 海嘯 2019年的COVID-19 然後還要來俄烏戰爭 以前 60年代70年代的時候 真的很老實 除了70年代有一個 危機之後 很長時間都沒有那麼誇張 是一個國際性影響了全世界 現在可能是有網絡 資金流動得非常快 很容易 就會有什麼海嘯 什麼什麼的 爆發的,經常都是千年一遇 預算了二、三十年那裡爆發 你看看剛才那些,經常都是這樣 所以大家會感覺到很多危機 出現 而這麼多危機出現的時候 大家就會怪覺 不是 你這些領導人 找一些 有經驗的人 穩陣 不會 手忙腳亂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有過經驗 處理這些事 會鎮定一點 不是一間 天天什麼911衝 東西出來 砰 大家就亂了 大農就不行了 所以可能是經過這種情況之後 大家 扣穩 心態 就是 總之 不要搞那麼多事 儘量由這些比較年紀大的人 去帶領大家 就 穩穩陣陣 不會出事 這個是我 自己分析認為是另外一個原因 然後 因為你 這個醫學昌明還有一個什麼問題 不是你一個人 年紀老 是全部群體一起老 即是說 老人家 那個支持量 很厲害 因為你70歲還要70歲以下一堆 還有70歲以上的 那群體越來越多人 現在新一代不生啊 現在很老實 這一 大舊的人 很多的量數 就能支持 因為 就算以香港來講 60年代出生的人是最多的 所以那時候考慮會口 十幾萬人 十幾萬人 你想想 這一大堆的人 其實不是很多 就是來一輩子 他還是很健康的 於是 形成一個 支持 而下面的人又覺得 都是找一些老人家去看著 穩定 於是 這些老人家的支持者 是非常之厲害的 但是反而那些年輕人 就沒有那麼多支持者 老的 就覺得他這麼年輕 行不行啊 不是很信任的 因為 太多波折 太多你剛才說的那些 突然間而來的意外 你搞不搞得行 所以 於是大家 越來越去覺得 我們也是 支持老人家 支持他那班老人家 有很大堆 那就行了 好了 第四個原因 我就覺得 都很特別的 就是什麼呢 老人家 跟年輕人有什麼分別 他對蜥 又或者是 財富 那個的貪婪 已經 減退了很多 還有沒有有些的 但是 少很多 就算 真的有個異性 搞第三者 什麼什麼 他都不會有第三者 以前的情況 因為怎樣 試過了嘛 你知道不是那回事 那 一定會回家 但年輕人也不是啊 有些真的搞得 不懂得回家 家庭又破碎啊 很多問題出現 那就會 直接影響了 他自己 在做事上面的處理 就是會混亂很多的嘛 李澤佳琦 那時候也說過很多的 他說 你看到美國那些 新一代的那些 做科網很成功 Killing Ground的人 很多時候 因為婚姻出現問題 於是 哎呀 身家又減半了 然後又 哎呀 他可能分了你的股票 特別憎恨你 搞了很多問題出現 哎呀 就是這樣 就是 Jeff Bezos 都是這樣的 所以呢 大家會覺得 不是啦 找一些老的 起碼 他都見過了美女 那些色慾的問題 對他來說 影響很小 於是 大家就 覺得他穩定了 他也不會那麼貪錢 為什麼 那些錢對他來說 有什麼意義呢 你現在說給我很多錢 那麼我們在做什麼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因為 沒有時間用而已嘛 我以後 十個八個小時 起碼 現在十二個小時左右 對著電腦 說說說說說說 整個資料的原則 說說說說就這樣 你給我很多錢 我以後就說說說說 最多換個漂亮的電腦 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 繼續是遇工作衣如學 那些人就是這樣 所以老年家 老年紀的人 在職場上 你發覺 他發力很穩陣 他們不會那麼容易受很多誘惑 這件事是他的好處 那麼 另外就是 你老了 你就有背份了 是不是 有時候你要做事 你要找某些公司 某些人來幫忙 他打個電話就搞定 因為為什麼 那間公司是哪一個 是我的朋友的侄 或者他曾經以前跟過我 你打個電話 因為那個人已經 好像我們60歲 我們隨時找人都50多歲 是以前的年輕人來的 帶他出身的嘛 是不是 你解決問題 容易 打個電話給他 如果 再麻煩一點 最多就是出來吃個飯 如果不是的話 就打給他上司 對不對 容易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 非常之厲害的 武器來的 只要你懂得用 原來 打個電話就解決所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太年輕的時候 解決不了啊 人家不給你面子嘛 明明啊 你是老爺 又有一定的能力 以及 你的工作關係那麼厲害 人家免得罪你 所以你只要你是老人家 而你還在一個工作崗位 你 反而很殺死 因為這樣 沒有人可以 能夠取代到你 大家 為我上司 的上司 原來跟他 都是平起平坐的 算數啦 不要搞那麼多啦 給他一下面子啦 不敢得罪他啦 對不對 一壓下來 解決了問題 所以這件事 是因為 他有 背份的優勢 厲害 所以大家就很容易 願意配合 跟他一起去做事 另外 最多說的 你老了現在又怎樣 經驗好爽呀 當然啦 經過了很多波浪 對不對 風浪 看了多少 知道 未來 一個風浪掃過來 哪個哪個呢 之前呢 他就衝得很緊要了 所以不會糟糕 又哪個哪個呢 會 冷靜一點的 不會有事的 所以你要早點 弄好自己 格局 怎樣去做好 不會被風浪 一下吹 因為 一早就知道 預知到 那對手衝得很快呀 你看著看著 風浪一來的時候 你知道 他會壞的 我們大家收回他的錢 不要跟他合作 這些經驗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買回來的 因為這些是經過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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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挫折 他是 學到的 學到的 有很多 已經進入了他的身體 變成了一部份 感應到 將會 發生什麼事 所以經驗 非常非常之重要 另外就是 剛才其實也有點像的 這個叫 信賴 因為一個人 他本身已經 去到某一個年紀 無辱無求 如果他實在想做好 這件事 就不是 完成這件事 為什麼呢 很多人 年輕的時候 做完就算了 人工不高 算了 但是 到了年紀大 你還願意做 做那件事 因為想做好 希望在這個 人生裏 做些事出來 燦爛一點 精彩一點 而不是 就是為了什麼 拿到更多的錢 為了更向上爬爬什麼 是不是 那老不爬 是不是 你就希望 做好這件事 沒什麼所謂的 回報不重要 但是想做好些事 因為這樣可以被 自己 感覺到在市場上 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所以這一班人 老的 管理階層也好 又或者是 老的政治人物也好 他 私心沒有那麼重 不再說 我希望這裏又賺得一塊錢 或者怎樣怎樣 不是 他純粹是想為了做好的 當然 不同的人覺得好 不同 對不對 有些人說 我想做好的黨 把黨做得很厲害 他不知道 這樣 是會影響了很多 其他人 因為這個黨 有問題 當然 我是說什麼 我是說自由黨 沒錯 你不要亂想 不要搞錯 我等一下犯這個23條 好 那麼 然後 由於這些老人家 沒有太大的野心 想做好那件事 於是大家會看到他 很全力去全心去做事 我覺得 剛才這一大堆 就是我分析出來 這個 即場 老人化 年齡老化 那個重要的情況 未來會不會 六、五歲才退休 甚至乎七十歲才退休 我覺得 很有可能的 尤其是 高級職員 因為實際上 現在根本 六十歲 都不是說不可以做到事 是不是 那就慘了 後面那些人 就難搞了 你看看政府 前陣子說有些部門 不是很夠人 他說怎樣 叫退休的人 不如你 翻炎 哇 馬上衝出來 為什麼 那群好悶在家 以前他很厲害的 即是領導了部門 你給他翻炎 哇不要說錢啦 只是 那個存在價值都不同了 自己覺得自己還有價值 這件事最重要 我自己就奉行這個退休自由職場 現在這份工作就是 你退休了 其實是退休了 劉靖謙退休了 大家所以說 你是不是退休人士 是我是退休人士 不過是一個 所以說 就是 工作於娛樂 那麼那個娛樂可以賺到錢 是另一回事 所以 我是一個退休人士來的 但是沒有退休金 不要緊 你有空請我喝杯咖啡 那些就是退休金啦 記住有空 按一下 醒我 十幾二十元 退休金 我就可以 這十幾二十元不夠喝杯咖啡 不要緊 不要緊 勉勉喝一杯咖啡 就行了 沒有問題 你請我喝我就會開心 於工作於娛樂 於是最重要就是 我想到一些東西 可以做得更好 我自己有盡力去做 我又提醒 其他的後輩 努力去做所以我看到其他有些朋友 年輕一點的對我來說 可能他是三十多歲 四十多歲 甚至乎五十歲 我都說 努力呀 因為為什麼 因為做好東西 就是 人生最大的樂趣 我很願意 將我看到的東西 我告訴大家 所以我很開心看到有些YouTuber 說劉先生你提醒了我 最多的就不是新人進去做YouTuber 反而是一些舊的 做了很多年 但是不是太成功 根據我的方法 一直努力去做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 看到他有成績 有些朋友甚至說 劉先生自從我受到你刺激之後 我原本有幾千個點擊 現在我有試過幾萬啊 真棒啊 沒錯 這樣就好了 因為 每一個人都應該為他自己的人生 創造一個 目標出來 跟著他努力 這樣才是 無悔一生 我經常說 沒有一個人知道他自己 是有多厲害 你要拼盡 這樣才能看到 人生才能精彩 我希望 我這個 已經 登錄的 對你來說是老人家 你看到我 登錄不是錄一段影片嗎 而且也有條條 有這個穿透性的 嘩 劉先生你這麼努力 我 就是你呀 怎麼可以 不繼續努力呢 你也要努力呀 繼續 繼續 要 在這個市場上 發光發熱 更加專心做好一個 廣東話的YouTuber 嘩 這樣 才是 無悔一生 你 非常益情秋 到了你六七十歲的時候 你又教一些後輩 他們又開心一點 以前有個老爺 又這樣教我的 這樣就好了 你就會成為一個 職場 老人家 但是成功的老人家 好 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 點讚 Subscribe 記得點鐘仔 拜拜